狼队现在3比2目前是首位赛点的 我们刚刚评论系也复盘了非常多的一些BP上的一个侧重点 但是我觉得成都AG超会这把在蓝色放时间 我觉得大乔是不可能放的 是的 大乔应该放不出来 静也放不出来 对 这两个肯定是B版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看想拿什么英雄自己 然后再选择Counter 因为这把狼队是肯定要办盗风宝贝和卡芬妮还有史莱姆斯的 对 就看蓝灵王如果放出来 AG会不会选择一抢 甚至我觉得AG可以在蓝色放要不要主动把蓝灵王这个点去放出来 不要去把它放到班位上 然后赞尼尔这个点 现在中益目前还可以使用脸盒 就是上一把小胖使用过的这公本五藏 对 是的 但是外面有装周 对 蓝队 是的 但是就看如果你蓝灵王加上赞尼尔一起去选的话 这公本五藏也可以摇摆到其他的一个野盒 但是不知道中益这里其他野盒的一个英雄储备怎么样 今天用过了一把劲一把的药 然后上一局我觉得是有点被逼无奈选择的一个云鹰 去做一个半个前排的这么一个职责 是的 我觉得这把可以以7人之8%7人支撑 前面直接拿一手攻在五藏 然后就算对面第二楼有可能出装周的话 我再来一手 上完完 对 我觉得AG就是下一把BP的话就看自己想用什么英雄 然后针对帮一下就行了 因为东西帮不完难对太多东西用了 我怎么突然觉得这个装周变成了一个陷阱呢 好像谁踩进去之后就是无尽的深渊 就之前北京卫博拿出来的时候 凌横走到一个打野位效果是不错的 但是上把的话一个配置装周走到一个中单 确实没有能够发挥出效果 整体这个阵容太缺控制了 而且是那把盒太少了 相当于全都指望着自己家的发育度的体力 两把其实都是搭配的一个体力 对 你得来另外一个核 就是一个点崩了之后得另外一个点能够发育起来 终于也陷入了冥想 他现在得好好保持体力 因为这一局的话是重庆狼队的赛一点 对于成都AG超会来说 今天赛前的采访 徐碧晨也说了想要拖入到巅峰对决 但是腰刀也说了 希望是一个4比2的比分结束 今天能不能巅峰对决呢 我听到了非常多声音 现场有两种的声音在交杂着 AG的粉丝肯定想点 狼队的粉丝就不想点 但是昨天的两把叠方队决 确实看得非常的过瘾吧 对吧 但是重庆狼队今天肯定是想要 稳稳的幸福 直接晋级到我们的四强 晋级到我们胜德组的一个决赛 这一把的BP对于AG来说就有关键了 是的 我觉得AG还是BP上 就是这一轮的话 帮不完狼队的东西了 因为狼队现在有太乙啊 大乔这一类的很多 就是先想拿自己的阵容 先拿确定自己的阵容 然后针对班 我突然觉得狼队今天教练组 在下一盘大棋 就是从前面几局的这个BP说起 就导致他现在到了四五六局的时候 英雄可选择的空间太多了 是的 就是他像一个英雄裤一样 我随便要什么牌 我都可以抽取出来 而且他班位是够用的 就班这三个就可以了 对 而且狼队下一把在红色上了 他东西多的话可以counter 一起期待一下双方的第六局比赛 成都一场会是位于蓝色方 而重庆狼队是来到了红色方 上一把的重庆狼队的胜利 也是突破了今天蓝色方全胜的这么一个魔咒 是的 AG搬掉了镜河大桥 对 就看 搬掉了体力 把体力搬了 那卡芬妮应该也会上到班位上 蓝绫王 蓝绫王出来要不要一抢 拿不拿 应该是要一抢的这个英雄 AG如果不拿蓝绫王 狼队这边肯定是要去抢的 是的 看看成都一场会怎么去选择 蓝绫王 一抢蓝绫王可以摇摆嘛 也可以游走可以打野 那能够反映的英雄 狼队这里是已经没有一星了 对 攻処离 那要配牙牙了 应该牙牙会拿掉 因为狼队这边不能处理原方 AG这边是有点结的 但是牙牙跟摇的一技能其实不太一样 它不是带一个击退的作用 它是有一个沿途的路径 最后会有一下爆发的这个伤害 会有一个延迟的视野 但是牙牙的好处就是可以给 C加的发育率多一个召唤之技能 后翼 王昭君加后翼 其实射手能用的不多 因为没加罗了 诶 诸葛亮 诸葛亮吗 要来了吗 其实我觉得这把诸葛亮不是特别好啊 诸葛亮对到这个王昭君去打一个对线 而且是有点怕了你玩的 对 可能应该要换掉 有点拼 是的 感觉这个诸葛亮如果要出也太早了 还在犹豫 还在独秒 要不要锁定 因为已经出了攻击力加强 可以来个攻击人 换了换了换了 还是换了捉鱼 因为诸葛亮这边也可以做货月嘛 因为其实这把诸葛亮的话没那么好用 他首先打王昭君对线 就手短打手长的 不好打 然后又有个蓝丽丸 一没有线权二没有河道事业权 对河道走不了 最后还是锁到了一个周瑜 可以让龚孙黎在团战的时候 更加肆无忌惮地去输出 老队则是后续搬掉了一级的保护张飞 剩下还有个蔡文基 要不要考虑一下 徐又金 那应该是要集中去搬一下小胖这个打野了 公门五脏 公门五脏搬的 然后那可露露也搬了 看小胖这边有什么打野用吧 用的打野不多 打野诸葛亮吗 打野诸葛亮 我不信 一较出的话应该会在五楼 我不信 打野诸葛亮其实跟中胖诸葛亮效果差不多 我真的不信 而且也发育不起来 云中军 我也不信 亮一下 难道是腰刀的云中军吗 曹操 还是换成曹操了 曹操亮出来其实也是个摇摆位 曹操可以编露可以打野 对之前小胖用过一把的打野 但是狼队这边的孙策是用过了 是的 得看一下他剩下的一个英雄 那看一下 AG这边怎么选择 而且陈多英昌慧现在他4加1的1还没有出 布莱特吗 布莱特好像要登场了吗 布莱特打野之前 小一特别喜欢用 对 甚至DYG有用过非常多次 是的 这个英雄的话也是一个远近伤形态 我觉得这把AG确实得拼了 左不左 布莱特加上花木兰 鎖 鎖 鎖 而且这是轩染的花木兰绝活花木兰 是的 轩染的因为没战变了嘛 都用了 应该是中意的布莱特的首秀 对 南队最后一手 选择一个白起 打黄这个龙凑率比较高的 看一下这个白起走边还是走野 昨天阿泽使用到的白起是走边在闪的 那把白起其实前进的效果还不错 其实现在这一把的话应该会走野区 因为花木兰其实打到曹操的话 到中期其实没那么好打对线 然后白起的话走野区可以发育更快 所以曹操还是摇摆到了一个对抗路 让小胖去使用到打野的一个白起 曹操这边多一个闪现可以更好去切后翼 是的 补充几个数据啊 首先是曹操在进入到门市关淘汰赛之后 他目前出场是一个全胜的战绩 我印象上好像没有输过 那就看现在囊队能不能保持了 然后布莱特这个英雄 之前甚至DYG的小翼是非常喜欢去使用 但是我们刚刚也看到选出来之后 他的一个胜率大概只有30%左右 胜率是非常低的 中翼是第一次使用的 是的 因为中翼在之前的一个赛程过程当中 就很少使用AOV的英雄 主要是布莱特这个英雄 主要就是看他的一个大招 对 看大包大几秒 他是范围前2.5秒和后2.5秒 如果说你在前2.5秒能够把对方套战击杀 你相当于你原来是冰死状态就可以不用死 是的 看了一下布莱特出场三次 仅获胜了一局 胜率是33.33% 而且布莱特这个英雄他是非常拖发 因为他起码需要三件套才能成型 对 他也是一个近战和远战可以来回切换的英雄 他其实跟苏黎是有一定的相似点 但是他一旦装备成型之后 伤害量是非常可怕 而且可以用自己的血量做一个欺骗性 我信到塔下 我想到了一个画面 对布莱特就是希望跟别人主动打 当白起嘲讽他的时候 就说你来吧 我们呼唤大招 然后白起就凤凤的嘲讽 白起就凤凤的嘲讽拿 布莱特就原地占A 就是用布莱特的这个属性去来置换白起的这个嘲讽 是的 这可能是一种思路 一起期待一下成都A级双会对阵到重庆狼队 双方的第六局比赛也来到了重庆狼队的赛点了 大家好我是解说小路 大家好我是北老 大家好我是成都A级双会对苏 看一下双方的开局的部署 这把成都A级双会必须要不遗余力 中意远程A的白起几下 看对蓝领王抱到了项路 直接抢中狂暴开起来打状态 这样压了一波王昭君的血线 也可以顺利的把第一波中线给抢下来 但是因为红色方射手就算走中也没有办法反对面的一个小野 只能把这个合道之力给控下来 芽芽要回身去卡一下蓝领王 是的蓝领王这边选择攻胜率走中是怕野区被禁 下路 这边是中意红海两击抓下 还好项羽的闪现是没有交 是的 然后蓝领王开局是上去抢了个河蟹帮蓝领王 这把一身的芽芽带的是个净化 也是为了要提高一点人忽略 因为后一的大招和王昭君的动 是蓝领王而且有可能直接一闪可以成功 芽芽的即使是他带狂暴啊眩晕啊 比较近 是的 而且公司里走中的话前期戴个红可以有压子力 就是可以转线 就对方的重担不敢随便倾线 是的 哇小胖那这一局的牺牲可大了 项羽其实没有什么损失 他还有这个发育入的经济夹成 布莱特和蓝领王 结果两个人集合 给了个净化 哇这个净化太关键了 要得也开启了一个狂暴的解 不是这个净化应该是被 会被蓝领王的二技能给控到的 是的 可能会死 周瑜这把出装也很稳 直接死亡者 牌甲直接出门 牙牙带的这个净化还是比较关键的 因为我感觉这一把的画面应该全在上半途 项羽的下落应该有一点冷 这个时候多穿几件衣服 蓝领王要开始往下落去动了 AG这边的话就得看后裔四级的第一波大招了 因为现在的牙牙的进化已经进入了CB 是的 因为后裔大招其实可以跟蓝领王王兆军都可以配合 对 中益其实这把布莱特打得还挺主动的 二级拿完红先帮下 打了一波周瑜的状态 包括这刚那波中组的那一波 对 这个其实跟我想象当中画面不太一样 布莱特其实应该是更容易要吃主 去吃发育的 对对对 一般来说要等电刀和末世两句 也说明了这把 成都A超会不想让重庆狼队在前期把自己的一些小野怪啊 和道之灵啊这种资源过多去阅读 还是想跟你这边一碰一碰 看一下找到了牙牙 打了一套 因为A级这边的服务也是蓝铃王嘛 蓝铃王拖到后期其实中尾也没那么大 连续在前方期也能够取得一些优势 看项鱼的这个位置 后裔这一箭 打招 应该要穿过去了 给不到了 项鱼在队友四个人全部上路露头的情况下 一个人缩到了二塔下方 没事兄弟们你们打我来守住下路的防御 这个发育路太寒冷了 因为项鱼那边没视野 看一下中轴的位置 两边基本上都集中在了上半途 是的 这波龚孙黎跟白起溜边了 先抓一波后面 看下徐碧城 直接闪现拉回来 终于在吹风 再一抓 这一波项鱼的闪吹 配合白起的大招 退无可退啊 根本反应不过来 闪现都没机会交 这波狼队又是打了一波出其不异 因为刚刚成多A昌会在重兵部防上半途 所以后裔是一个人在下的 因为但是徐碧城觉得可能 就是一直攻速力会一直清完中线 如果拿红去转上 突然就来了一波转下的死 这波后裔的阵王正好可以让成尼狼队 把线给换回来 然后蓝队选择开这个暴君 蓝鱼王这波是一个绕户的动作 绕得有点深 但是颜牙这波有进化呀 像颜牙这边身上是没蓝的 这波只能给个视野了 暴君已经拿掉了 看一下轩转花木兰的这个位置 做了一波断线 但是咒语已经过去支援了 对 传下来了 传下来了 亚被打出给被动 草操小炮被集火了 白起被华木兰带走 草操这一波是没有传送过来 王正军也倒了下来 二级的没标到 后裔一个暂现再补输出 蓝铃王再给一标啊 进化狂暴拳 又要还有那个救赎 两个人双双倒下 哇 这一波AG的身动机器 假装花木兰断线之后 让周瑜和曹操去管他 立马就用传送阵传了下来 五打三 而且这一波曹操是一直没下来的 花木兰是先传下来的 就是小胖第一时间他在蓝区被集火 白起这个时候他其实很脆的 而且这一把他放了太多的资源 给到队友 然后曹操是没有选择来下的 正面是一波多打少 但好在这波曹操是在队友智王的手上 对方的蓝muff都反应了 先说强行直死 首先曹操没闯下来 然后芽芽那边是先被动作打出被动来了 然后AG这边就打赢了 芽芽的机制 她的被动是血量对于40%之后 会变成一个小松鼠的一个形态 但是她被弄CD非常久 对 看AG这边推完下塔 要不要换线来推上路 又是逼出了曹操的闪线 结果白起被蓝脸王发现了 过来起防 王昭君卡住了上半途的这个河道 终于是没有来的 对白起这边空了个大 想朝花木兰 大花木兰走的比较快 现在花木兰就比较肥了 对那这样三波AG 空到蓝队的蓝去了 这一波可能要进 蓝队这边应该是要锁的 而且刚刚那波白起是把大招给交了 对要打一波这里 看一下这波向羽的火扑的怎么样 这边后翼是有大的这个蓝军 蓝马上就要刷新了 后翼先去露头清下线 蓝脸王给到了感叹号警告 给他用自己的一键的B 让蓝脸王的这个声位 单Buff还是被小胖 后翼大招 反应非常快 直接附身 被挡了 看一下开的蓝脸王这把的一个热点图 基本上都是在河道两边 河道两边 蓝区 但现在布莱特和荒姆兰的经济就很高了 两边都快五千了 而且布莱特已经一键半了 对 又动到了 但这波身旁是没有人的 对的 正面 芽芽的位置逼对的靠近 王上帝一刀 上神 有二技能 蓝脸王上就飙了一刀 差一点点 不太够 布莱特挥了一刀 但白醒肉 那下波蓝队的红要刷了 看一级这边有没有选法 这就是芽芽不同于我们王主要版本的摇一样 他如果是你负身的单位没死的话 他就不会掉下来的 又是一个大招 冰中了 但是中的是 冻到了 又进了一个洞 小胖这一波完全放出热的技能 经济差距会被拉开来 下波蓝队的蓝区还会刷 可能一级还想进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回放 后一大招 一剑 蓝脸王二一控 王朝军二技能动 周瑜哭火吹风 但是布莱特卡不住了 终于是带着红蓝把握双进 对这个蓝马上刷了 看下一级这边 徐必顿在拿红 应该是不会进的 五个人守蓝区 后一被公顺尼的二技能挡住了 扔掉了 这个蓝反不了 牙牙其实她的机制跟咬还有一点不一样的 主要就是她附身之后 只要附身那个人没有被击杀 她是不会掉下来的 对 所以她附身血条比较厚的一点人 她就不容易死 但是呢要注意她附身射手法师 她的护盾值要更高 但是附身这些前排的护盾值减半了 是的 黑金应该会选择把小龙先开了 击杀参与率75% 现在反倒是狼队得拖一拖了 对 现在白起的坦度还不够 她的大招超风时间很慢 对于狼队来说的话 这一把要看小胖开先手的能力 嗯 其实我觉得这把看的蓝军王 它更多是提供到一个先制的视野 然后给到徐必成射大招 对 提升她的命中率 她并不是说我用来去打伤害的 是的 前期边线的一些小节奏 她也就是卡卡河道 对主要是卡河道 然后提供视野 是的 有种啊 有种啊 二级兰在动 给个进化 自己想要反潮 往上去逼了一个闪现 过去补上输出 往上去倒了 看一下草道的位置 想要处到一个让后位 这部医生很细节 她先落地 然后看到白起被动力转间 立马上白起的身 给白起了一手进化 是的 这个就是 等一下 还在蹲 看中叶 想让后 牙又是一个二技能 直接飘移到了腰道的头上 对看一下蓝队蓝刷了 应该AG这边王道军死了 就进不去了 看下部团战应该在十分钟了 看下蓝队蓝 感叹号三个 毛吹 火晕了一下 差一点还没有露出视野 还没有露出视野 应该要等十分钟的暗影暴君了 看布莱特的这个站位 他还是处在刚刚这个点位 放弃了 这个红区的视野站不了 布莱特和花梅兰现在的经济 是独一档的 就看他们俩打团一个发挥了 渊染其实一直在发育 暴力 暗影战斧 纯击苍穹 他已经具备了进场打第一套伤害 还能全身而退的一个条件 是的 你看这个AG的边野这么肥 再看一下长生的经济 他比蓝阴王还低了将近500 像你说我也比你好不到哪里去 我只不过吃了发育路几波线 憋了一个尖安风暴出来 是的 看一下现在这个龙皇 但是如果狼队出来打的话 蓝脸王是的 AG这边肯定是显皮团的 看一下蓝队放不放 哇 这个站位应该是要放了 直接绕龙 对 放了的话 AG应该会选择先进波红 然后再选择开这个大轮 那红区蓝队应该是不会放的 可能会打起来 现在布莱特的装备 已经算成型了 看 看后一的大招了 是的 蓝脸王已经 听前去压了一下 对 那这个黄好像是被长生 被后一抢到了 后一抢过来了 是的 对 那这有点伤啊 对 那AG这边好像是想先压 没选择想开大龙 现在狼队只能拖了 对 中线卡一下 把下线带过去 应该想想压这个下落了他 可以 大招好了 对 看过来 蓝脸王再给四野 这把因为这个蓝脸王导致 重庆狼队本身就比较笨重的阵容 更加不好转线了 对 他现在只能半区 半区这样的去守 而且是五个人一起走 对 现在蓝队打团得等 小胖这边经济起来 嘲讽时间长的时候 能扛住的时候 开先手才能打 大招 没有命中 然后周瑜也提前复活 把这个兵线给清掉了 王绕军反交一个大招 可以把二塔给退完 然后回去 去控下一波暗影独仔 对 卡了一个提前距离 应该会转过去开独仔 这个蓝应该会给到许一层 他确实身上的蓝条 不是太健康了 是的 心率两边都拉上去了 超过了100 但是尝试你怎么 刚刚一瞬间调到了99 又回来了 99 115 104 这么反复跳跃真的没事吗 这个王还是没拿到 蓝领王 再给前置视野 那这一条龙 安稳地拿了下来 大招 又拎中了 又是白棋 波连哥人都给到了布莱特 压被打出 被动 公孙礼补光 A了两下布莱特 无敌状态 他上去补了两道伤害 但是布莱特太肉了 公孙礼再补了一下补弓 又可爆 过亦爆死了曹操 A技4打3 可以打持续调点 上路后续一波兵线 看一下怎么选择 买出了一个辉玉 把暗影之境 放在了上路有一个免伤 成都 A技唱会想要趁着这一波龙 上路的这个暗影之境 他们想要尝试性一波 打一波人多打人少 想推高地 好歹 咒鱼用火把兵线给清掉了 咒鱼这边清掉还是蛮快的 是的 这个塔就是推不了了 只能把外塔全部拆掉 刚刚那过期 是一声已经上了白旗 诶 这波被逼杀 后裔这个大概没有命中 但咒鱼的闪性被逼了出来啊 赶紧扑火撤队 来我的标 还是暴死了咒鱼啊 公孙礼这个伞是逼出了王朝军的闪性 是的 后裔也交散了 后裔也看白旗过来 他被白旗逃 关键局两边都非常非常的谨慎 对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AG这套组合的配合还是蛮熟练的 后裔一个大招王朝军接动 主要是这把CAT的蓝灵王视野给他 来 这波小胖 有没有点 这波有点脱接了 队友离得太远了 有的还要操作 大招右面撞 这里操作起来了 雅雅先下来 刷了一段 一技能给了一下抱再上身 没有技能了 曹操一个人被卖在正面 自己只能是止损 换掉了一个王朝军 雅雅宫里也倒下 雅雅也倒了 只是终于一个人在家里 轮流抗塔 一抗三 要颠峰对决了吗 本届世冠KIC淘汰赛的第三场 颠峰对决要来了吗 警察人 直接点掉水晶 让我们恭喜 成都AG成王会 颠峰对决第三次 还是来了 最后一波 狼队这边明显有点着急了 是的 白琪一个人大招 虽然说吵到了三队 但是后续四个队友不在 这两支队伍啊 命运的纠葛 从小组赛至今 而今天在淘汰赛 二度聚首 又要打入到巅峰对决 从那一场的加赛BOE 再到现在巅峰对决的一局定胜负 胜者可以晋级到四强 保底有季军的荣誉 而败者将掉入败者组 进行一个三连的击杀 对 而且败者组压力特别大 背靠背的比赛全是 因为他们不是在第一轮掉下去 第二轮掉下去的话 它意味着如果要进入到总决赛 它要三连 现在我觉得两边的教练组应该要赶紧 自考巅峰对决的阵容了 是的 巅峰宝贝 出来吧 其实巅峰对决的阵容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基本上都是乔夫亚连 对 乔夫亚连 唯一有变数的就是中单 对 中单的话 我觉得可能大家拿王昭军的会比较多 王昭军咒语 是的 昨天的苏州KSG是使用了一把王昭军 然后在对抗路的话 有一把夏洛特 然后另外三把都是亚连 但是不同的是 KSG的阿泽的亚连带的是一个弱化 而其他的亚连带的是一个闪现 然后在大乔 南京黑牛久经对阵了济南 阿达不霞的这个召唤人技能上也有不同 首先就是 你猜到对方大概是一个双边阵容 我带弱化的话 就可以增加自己打团的容疏率 因为我不需要切C 带弱化的其实优势就在于 打团的时候 不容易被刀鸿宝贝刷起来 对 但就是大乔带治疗的话 很容易给双边 在血块冰死的时候 给一口回复能够揽上来 对 团战容错率越高 其实就越好打 好的 巅峰对决马上开始 首先 双方的教练登上舞台 进行红蓝的选边 黎罗教练 选择来到了蓝色方 那成都AG超会 就来到了红色方 今天蓝色方的一个胜率是独一档啊 但是如果说打到巅峰对决的阵容的话 应该都是那一套 感觉就不存在什么射手让不让红 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的 主要是看现在 进入到巅峰对决两队的一个手感跟状态 而且其实 今天在比赛开始前 我们也看过了两边的一个老父子的一个数据 就看两边的一个老父子的这个大闪啊 能不能同到对方的关键C位 两支队伍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都拿出了乔夫的一个组合 结合昨天的一个巅峰对决的阵容 英诺是更偏向于去打一个开团 妖刀的话 她的老父子陈伤 以及她的伤害转化比更高一些些 所以两个人在团队当中的定位是不一样的 然后今天 但是成都一场会之前用了一把乔夫 所以徐碧晨相当是有一个热手了 妖刀现在还没用 不过她的老父子我们也看出来 熟练度非常高 对 一直玩得特别好 是的 我们的大名上已经开启了三分钟的一个倒计时 还有两分多钟的一个时间 双方的教练必须要确定五个位置的英雄 以及他们的召唤师技能 并在表格上签字确认 这两个队伍从19年试冠开始 狼队当时是直播了淘汰赛的第一轮 而那一次的试冠A技是缺席的 再到20年的试冠小组赛 当时的重庆狼队是2比0 战胜了成都A技常会 但是狼队当时也止步了8强 A技是止步了4强 然后再到21年 A技是拿到了8强狼队 当时是21年的试冠的冠军 A技本次KIC给我们的感受 最大的就是他们的一个运营变得特别的多 是的 以前就是特别热爱打架的他们 现在运营风格其实改变了许多 而狼队的话就是他们的一个坚韧的风格 包括说那一把史莱姆斯大翻盘 就说明他们是强队的一个体运 然后这两支队伍今天在赛场上 狼队那把腰刀的史莱姆斯给我们展现了非常丰富 以及灵活的大赛的应变能力 而成都A技超会 今天教练组在BP的博弈上 给我们上演了各种的battle 各种的较量 庄周中单 刚刚开他也是露出了笑容 就是看巅峰队决他们两个 就是两个队的中单看有没有变化 就是这个BP上的话 对于这两个队伍来说 今天肯定是要赢下这一场比赛 然后再胜者组一路走下去 这样之后的一个赛程会更加的舒服一些 而且狼队拥有着21年试冠冠军的荣誉加冕 而成都A技超会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的试冠目标肯定是要突破自己队史 试冠四强的这个成绩 是的 点锋对决倒计时30秒 最后的30秒时间 刀锋宝贝应该是固定在了选位上 但是这两名选手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还没有使用过刀锋宝贝 包括中益的这个刀锋宝贝的野黑也是个谜 是的 其实两个队的刀锋宝贝 都没有在世光大赛场上展示过 是的 所以非常期待这一场巅峰对决的较量 今天的两支队伍你来我往 非常的激烈跟精彩 一起跟着倒计时 3 2 1 进入巅峰对决 太期待了 今天的前面几局的每一局的较量 然后两边教练的BP的一个博弈 你来我往 不是说我单方面的一个碾压 也不是说我一方面的一个速推局 而是两边都有各自的一个胜负点 打的有来有回 就是你不到最后一个属性爆炸 你根本不知道到底谁是优势 而且这两个队伍给我的感受是 我每一个位置都可以站出来 是的 那其实前面六把的话可能拼的是一个战术跟运营 但是到最后一把他在同样的阵容的情况下 那就拼的一个心态跟团战了 是的 看谁的细节处理做的比较好 是的 现在也到了世贯淘汰赛的中段最关键的一个赛程 杯赛的整个比赛的赛程非常非常的紧密 就像一个短跑的冲刺阶段 这个时候传道中流浪更急 奋机者总能率先争渡 就要看最后这一局 双方谁能更胜一筹 两边的教练握手即将到来的就是我们淘汰赛 胜者组半决赛的巅峰对决 谁赢了谁就能竞技胜者组的决赛 是的 一起把时间给到评论席 巅峰对决又来了 连着第三场巅峰对决是连着 对 那我想说这场比赛我觉得双方 绝对是势均力敌的对手 实力真的非常相近 拼的不仅仅是这个游戏内的底蕴 还有自身的魄力 对 在第六局对方赛电局拿出布莱特 是的 这个点 你敢想吗 而且说布莱特我觉得 我又想起了终于一句话 因为温英雄 不会的 没练过 没练过 不知道 不知道 非常的严 不能说对 非常的严 藏的非常的好 是的 真的不讨论来是真不知道 他又还有这一手 你不到这把 你这不知道呀 问题是 而且他这种布莱特 其实给我这种感觉就是 像我们就是 法球六敌人节那种感觉 嗯 双射了是吧 对 后裔其实就负责开团 跟蓝灵王王昌军 后裔三个人 是的 他们形成一个combo练 然后去打一些开团 然后布莱特这个点 就可以像法球六敌人打压制 是 这布莱特有点像什么 像我们正式服的这个裴金虎 他一直像人形态带个跳跃 就有点这个感觉 有点这种感觉 他整体的这个位移 然后他的队又带这个无敌 然后他所以他的这种压制性特别强 而且他攻速还快 前半段你看到他跟花木兰两个人就像割草鸡一样 对 推进了对方的野区 你还守不了 对特别蓝去那波嘛 这把主要最难受的是小胖 小胖真的很难受 蓝灵王只要找到他视野 配合到王昌军 就直接给他公司 后裔蓝灵王王昌军 对 扣死了 芽芽还给中头还给他开个计划 其实对于狼队来说 这把真的打得非常难受 芽芽加公孙黎的作用没打出来 下路对线你就打猎了 一开始抓了一波后翼 我以为这可能是狼队意识到可以打突破口了 但是当AG把整个进攻重心全放到对方蓝去的时候 狼队发现完全挡不住 没错 我蓝灵王先把你芽芽整个公孙黎的进化打掉 然后逼你把狂暴开出来 等于你双召唤式技能全没了 这个时候我布莱特进场 你拿什么拦我 没有任何的反制手段 对 而且这把他们经济分配做得不错 基本上中路其实一直王大军在放经济 MVP中以布莱特 布莱特 这手布莱特很妙 太妙了 不是我觉得拿出来是一回事 你敢拿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方赛点局 这把你赢了可以进巅峰对局 如果你输了就是一个2-2比4 你输掉了比赛 对 在这种背景下 你敢掏这手布莱特 没什么人在比赛当中印证过 之前是深圳DYG小E 对吧 很喜欢用布莱特 但是你会发现这一把打出来的布莱特整体的效果 在野区的压制力是完全打出来 对 还是那句话 你会发现随着比赛时间的推迟 就是继续的往后延迟 你会发现延续 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英雄 从一开始上场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到后面再拿回来 像昨天佛罗伦 对不对 对 其实你会慢慢发现选手对这个英雄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了 就有不一样的一丝味道 对 然后这把其实你会感觉就是狼队这边的BP 为什么他会选这个白奇 其实他只是想单纯的拿个弹衣 但是没有英雄了 只有只有一个白奇能拿弹衣 这真没有英雄 但是白奇这个英雄有个弊端 我还是能够下去 他要发育 他今天很弱是 很吃装备这个英雄 对 然后这边他主要是想选一些能够吃后翼大招的 能够吃第一套combo的 对 所以他 对 他压压都已经在进化了 其实已经在博弈这件事情了 但是没有办法 没错 对 抽奖的频率还是太高了 就我觉得其实难度真的太大了 就是如果说你去完全靠一个白奇 去支撑你自己野区前中期的一些强度 又要发育 又要出适当的一些节奏 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件相背的事情 对 那不是相同的一个节奏点 所以整体的这个压力 确实是完全给到重新狼队 特别是在野区体现出来 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题 巅峰对决的阵容 还跟昨天会不会是完全一致 因为昨天我们也发现了 亚连确实在对上老富子大乔的时候 有一些独到的一些作用 对 就我觉得亚连这个点应该是不会变的 那刀锋宝贝 其实刀锋宝贝我虽然觉得不会变 但是我觉得这两支队 我今天BP给我的感觉 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 因为刀锋宝贝打到双边阵容的时候 其实发布空间没有那么的好 就是他可能打到有后排阵容的时候 他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打到那种双双边 是吧 中路再配个周瑜或者王庄军这种 其实没射手的情况下 其实刀锋宝贝其实挺难发挥的 所以看教练就是会不会 互相博弈吗 中路这个点上我觉得也是比较多变的 他下落乔夫我觉得是不会变的 你觉得狼的阵容会是什么 我觉得狼的阵容首先是乔夫 然后刀锋宝贝比较稳一点 然后亚连 中路这个位置其实我给到的是火舞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中路这个点其实是有博弈的 就是目前为止 我觉得到就是能上天分队局的三个英雄吧 火舞 然后周瑜王昭军 就火舞可能打王昭军的时候没那么大好 但但打到王昭军的就是打周瑜没那么好打 打王昭军的话 其实会比较舒服一点 因为王昭军其实是推打能力比较弱的嘛 他没有周瑜那么的猛 周瑜顺风起来比较猛 而且今天项羽的火舞手感 还可以 这是还不错 对有时候就是那种教练 其实的巅峰队局有时候会能在变的位置上 他会给出一些就是选手手感 当天手感啊 哪个好他会可能会选择到 因为像我们那天阿兔侠其实就是这样的 我选手火舞状态很好 可能会延续 但那把到对面周瑜确实前进逆风了嘛 但我觉得还是会有可能会按照选手的手感去给到一些英雄 就比较坏一点 那我还有个疑问 就因为其实在昨天亚连呢 这个召唤式技能上有所不同 有的是弱化有的是闪现 对 你刚刚选的是弱化 为什么给弱化 弱化亚连打双边就是能扛 就是其实你也默认了就是对方AG就是会出道 可能双边的这样一体 对我觉得乔夫这个点 我觉得电风局是绝对不会动的 因为乔夫的容错率太高了 你换到别的英雄可能 你没有大小的话容错率就没有那么高了 差不多 其实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是中路 我觉得还是会给到王昭君吧 我觉得还是适配 然后容错率的问题 对 然后像超二身技能的话 我觉得亚连其实也是弱化 对也是弱化 我觉得但是可能有些选手 我觉得还是可能会带上 比如说比较激进的这种打法 弱化的话我觉得跟性价比会高一些 对 因为我们昨天电风对决当中看到一些大后期的团战是什么 十个人混战在一起 对 那个时候一个弱化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高的 我躺着你的火 你躺着我的冰雨 对 但是我有弱化呀 对吧 我可以减伤加上免伤 对 所以说效果是非常 而闪现的话其实打到对面有后排还是那句话 有后排的时候你的闪现可能会效果比较好 对 因为两边都是近战英雄嘛 所以弱化很容易覆盖 尤其是越岛后面大家装备成型的时候 其实两个对抗路的坦度是非常高的 比如我们现在也默认是亚连加老夫子 坦度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时候你的闪现作用其实就不大 对不对 我闪现你要么去收割也用不上对吧 大家都近战又肉搏 我残血我就直接传回去了 这闪的作用就没那么大 那接下来其实还想讨论一个点 因为其实刀鸿宝贝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就昨天的第一把巅峰对决 是确实在下路当时就是黑肉拿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周围火对吧 对 那一波之后其实刀鸿宝贝打开了这个经济的倾斜 经济一下子给刀鸿宝贝打了一大管 然后对对方的也去进行强烈的压制 但其实昨天的第二场巅峰对决 双方其实相对失均力敌 对 其实是你来我往就是但是到了后期之后 刀鸿宝贝好像作用并不算特别特别明显 对就是刀鸿宝贝可能需要就是还是那句话 我们一看我们昨天就聊过这些问题就是说 刀鸿宝贝他一定会出现在巅峰对决上面 但是主角一定不是他 是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可能刀鸿宝贝在你单独拿出来的时候 因为两边都有刀鸿宝贝其实是差不多的 除非一方的刀鸿宝贝经济发育特别高 就是高你两三千经济那刀鸿宝贝是可以无敌 但你拖到后期在他神装的时候坦度都起来了 刀鸿宝贝需要打破一个口子对不对 但是有大桥在是吧 你容错率会拉得非常高 很难去撕破一个口子 让刀鸿宝贝的一个大招的机制属性 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的明显了 对 其实我是觉得刀鸿宝贝这个英雄还是 在这个阵容里面他中期会比较强一些 他会有一些经济差嘛 对 他确实是能拿到一些资源 然后打出一些经济差 然后可以打出价值 对 但到后面我觉得就是坦克战士这些装备都起来了 都起来了 他作为一个刺客 其实很难对坦克战士造成什么的威胁 所以后期他就会相对乏力 还有一点就是刀鸿宝贝可以防一手对面出射手 对吧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